同学们,我们接着第16题 这是个单项选择题 如果注册会计师识别出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观点方交易 导致的舞弊风险 那么项列程序中通常能够有效应对该风险的是 我们知道这个超重观导致的风险 通常都是舞弊风险 这是有明确定位的 还有未识别未披露 这个也是定位为舞弊风险 至于支配性影响观点方 那也是很可能是舞弊风险 当然它要条件 就是要有一些迹象 若干迹象之一 三个迹象之一 好了那就成为舞弊风险了 对吧 这个呢 所以第一句话正常的 按照现在的教材是对的 超重观导致的舞弊风险 有人说是吗 是的 确实是 现在就这么定位的 那么项列程序中通常能够有效应对该风险 这家太厉害了 通常能够有效应对的 谁敢担此大任 除非准则规定 准则确实规定了两个 两个程序 那就看你知道不知道 A是评价交易是不是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 的确要干这件事 那么B那是检查交易 是不是按照适用的查报和编制基础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 这个明显不够 两个理由大家考虑考虑 第一个 不要说超重观 对吧 一般的交易 那你要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 你这就不痛不痒的查的一个程序 实际上 针对超重观导致的舞弊风险 那按照舞弊风险用对的话 很厉害 而且是超重观一定是特别风险 对吧 像人家评价商业理由 这就是特殊的 对吧 这B的话实际上是要检查 交易是不是按照适用的查报和编制基础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和 恰当的披露 因为关联方交易 披露是至关重要的 你拉到披露 那就通常不行跟你讲 所以就交易事项 向关联方喊证 这个不一定行 因为这是超重观导致的舞弊风险 两方可能串通舞弊的话 你喊证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通常这达不到 第一 简单交易是不是经过适当的管理层审批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程序叫做适当的授权审批 要授权审批 没有授权是不行的 那谁授权 其实也不只是管理层授权 人家叫适当的授权 你写成管理层审批 第一没有授权 第二把这个审批搞到管理层这来 实际上超重观当然一般都是管理层做的呗 他做他审批也不合适吧 最主要应该是治理层董事会审批 因为这是超重观 是关联方交易 又是重大 又是超出市场进行过程的 对吧 仅仅管理层审批一下 也是不够的实际上 所以应当也就是A了 A是一定要做的其中一个 A是一定要做的其中一个 好 这个其他都可以找到瑕疵 D的话 这个管理层的审批 审批确实有这件事 但是只限定在管理层 可能够强 这个题应当时是有一定难度的 好 这个我这还像是链接一样 提醒了一下 对于识别处的超出正常进行过程的 重大管理层交易 这都会是应当 应当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 检查合同协议 尤其里面的商业理由 第二是获取交易 已经经用适当 授权审批的证据 你只搞成管理层 应当可能不够 对吧 好 重要的是记住这个知识点 这个题 是因为这个知识点重要 才选了这个题 并不是这个题有多重要 但是超中观的应对 一定要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十七题 项列控制活动中 属于检查性控制的事 这是个老话题 不管多容易 年年都要考你 对吧 一定要把它拿住 拿住 检查性就是事后 预防性就是防止什么什么东西发生 这是钱 那么又是个单选题 只能选一项 A仓库管理员根据经批准的发货单 办理出库 换句话说 没有发货单 你是不能办理出库的 所以这实际上呢 是干嘛呢 是一个预防性控制 有人可能说 那有发货单 我根据它办理出库 这不是检查性吗 不是检查 你这是办理业务的 对吧 只有说是没有发货单 不能办理出库 这才叫控制呀 是不是 B那是信息技术部 根据人事部提供的员工 岗位职责表 在系统中设定 用户权限 就是防止有人乱来呗 C 采购部对新增供应商 执行背景调查 怕的供应商不诚实呗 致辞架构呗 对吧 就是防止一些事情出现 所以他们都是预防性的 D呢 采购人员每月月末呀 向顾客对账 并调查诧异 你说对的什么账 对的是过去这个月的账呀 但是账都记了 来对这个账 肯定是后呀 你说业务办完没办完 肯定办完了 账都记了 对吧 然后如果有诧异 还要进调查 这是明显的是一个送费的题 并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这个几乎是年年考的 同学们 要注意这件事情 下面我们看第十八题 还是个单选 项列与官 采购有审计业务 三方关系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老话题了 但是三方关系非常爱考 不要管难度多高多低 反正给我们分的 我们都一样对待 A说 审计业务的三方关系 人分别是注册会计师 卫生单位管理层和质量报告 预期使用者 没错 这个做一个多选题都是可以的 就这A选项 B是如果注册会计师 无法识别出 使用审计报告的 所有的组织和人员 像上市公司审计 可能就无法识别 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人 会用这个报表 那则预期使用者 主要是指那些 与财宝贝有个重要和 共同利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确实写不全 当然把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写上呗 但是逻辑上是明显的 是不是 A是对的 没错 B也是对的 C委托人通常是 财宝贝的预期使用者之一 其实委托人主要是 责任方 责任方当然是预期使用者 这我们是有明确定位的 对吧 C是对的 D 如果财宝贝预期使用者和责任方 来自同一企业 这两者是同一方 那可不一定 因为备审单位成分也很复杂 有管理层 注意这财宝贝预期使用者和责任方 这个责任方 通常不都是管理层吗 管理层当然来自备审单位管理层 这还用说吗 一定是备审单位的 对吧 至于说 还有其他预期使用者来自备审单位 备审单位有那么多的员工啊 员工可以买贝预期使用者自己的股票呀 那你说员工和责任方就是同一方 员工就变成管理层了 那不能这么说呀 是不是啊 所以D呢 是明显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题选项就是D 19题多选 在审计集团财报表时 进到16章来又是一个啊 这个选择题我是特意的编管了 打乱顺序 因为我们每年考试呢 这个选择题都是打乱顺序 不按章节 我们特意这么也干了干啊 在集团财报表审计啊 这个过程中 项列有关组成部分重要性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这是必考的指点 必考的 问正确的有 A说组成部分重要性的汇总数 不能高于集团财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这个不能说不能高于 也不能说就能够高于 我们实际上对于高于不高于 没有规定爱高不高 通常汇总数都会高于 整体重要性 我们现在是不在乎 因为也没有要求你用分配的方法做 对吧 分配的方法的话 那你那加起来等于集团财报 正体重要性 现在没必要求那么做 不必那么做 你要那么做也不算你错 对吧 不必那么做 我们不在乎那个事 所以爱高不高 关键是没有规定 所以你说不能高也错 你说不能低也错 你说不能等也错 我们没规定 爱怎么着怎么着 是吧 所以这个是错的 B选项是集团项目组 等都不可以 低多少不管 但一定要低 好 B是对的 C 走成部分重要性 你当由集团项目组定 刚刚说过这句话 而有人说 那走成部分 实际执行重要性 不是也可以由走成部分 主打怪事定吗 对 我这说的不是实际执行 要是实际执行 一定会带上实际执行四个字 如果不带实际执行重要性 通常就理解为 计划的重要性 那肯定是走成 这个集团项目组定的 所以C是对的 B 集团项目组应当 为所有的首项部分 确定首项部分重要性 错了 要不要确定重要性 取决于要不要审 不管是审计还是审月 总得有重要性 要是不审 如果只在集团层面 实施分析统计 那就没必要定重要性 对吧 所以D 所以应当定 那错了 这个题呢 那就是B和C了 第二题 单选题 像在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能识别 被人来违反反徽行为的 是 不能 哎呦 说的这么斩定截提 那这个审计程序 太软弱无力了 什么程序呢 怎么软弱这个程度呢 我们看 A 向管理层内部和外部 法律部门 选为诉讼索赔 及评估情况 你说这就不能识别吗 有可能能识别 那就问出来了 有可能是不是啊 这个 不能选 他可能还是有用的 选的可能不够 但你不能说他没用 知道 B 他说获取来自国安的层 关于背上那个 不存在违反法律行为的 书面声明 这个真不行 因为书面声明 我们定位了 它是必要的证据 但是 书面 声明本身 并不为他所涉及的 任何事项 提供充分适当实际证据 这个不行的 这是不够的 它是留着打官司用的 别的方面是没有用的 所以B呢 就是我们的选项 对吧 C 对营业外执事务的罚款 制大金支出 实施细节测试 对吧 那也许能 罚款 为什么罚 有可能违反法规行为了 对吧 所以我实施细节测试 就能查出你的原因 原因就是违反法规 有可能的呀 第一 阅读董事会和管理层的 会议基要 因为违反法规以后 这是大事 对吧 那董事会 管理层在会议上会讨论 通常有记录 这个不能说就没有用 对吧 再一个题的答案呢 就是书面声明 书面声明 对吧 除了 如果为了区分责任 对吧 或者有诉讼 有纠纷等等 说在区分责任方面有用 别的方面 是没有用的 好 这就我们的第二题 这个二十题呢 我们还给大家一个链接 为形成审计 意见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可能是注册关系师 关注到识别处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规行为 这些程序可能包括 就是识别那个 违反法规行为 对吧 可能包括的里面 一共三个 那我们的B选项 都没在可能包括的里面 连着可能性都没有 知道吧 所以可见有些内容 还是要提前记一记背一背 下面我们看 第二十一题 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中影响会计估计的 估计不追求性程度的有 估计不追求性程度高还是低 对吧 至少是影响不确定性 而且影响它的程度 这个A那是会计估计 涉及的预测器的长度 我们知道预测的时间越长 不确定性越高 这是有道理的 要选上 B 会计估计依据 不可观察到的 输入数据的程度 越高 越神秘 越看不见摸不着 对吧 那不确定性越高 要选上 C 幻记估计对假设变化的敏感性 对假设变化越敏感 这个稍微情况不一样 参数稍微变一点 那个结果就差 差的很多 那么 未来的变化很大 不就是不确定性高吗 还有幻记估计对判断的依赖程度 因为判断就有不确定性 所以你对判断依赖程度高 不确定性度也高 那如此说来 这四个选项都要选了 确实都要选 一共准则就列了六个 对吧 这四个是六个其中的四个 所以关键呢 你得记住 好 这都是热点 不是热点 我选不到 我们的考前热身练习题里边 一定是知识点非常重要 下面二十二题 是个单选题 有关职业怀疑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千万要把那正确的三个要记住 A 职业怀疑是保证 审计质量的关键要素 对 提高的这么高 谁敢这么说 准则这么说的 对的 B 职业怀疑要求这三块是 质疑相互矛盾的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这个当然是了 这证据之间有矛盾了 那通常的逻辑就是 两个人当对的上的结果对不上 那不是你错就是他错 或者两个人都错 对吧 要质疑 但是要为什么要质疑 实际上那不可靠 不就完了吗 不啊 有的时候可能有时间差呀 对吧 要调节呀 但是说你得质疑 矛盾的话 你要怀疑他的可靠性 这是对的 这个不怀疑 职业怀疑怀疑什么呢 是不是啊 C 保持职业怀疑 可以提高 这个审计程序 设计和执行有效性 就是你小心谨慎 对吧 仔细的设计程序 认真的执行程序 对吧 当然是有这个作用的 什么叫小心谨慎 是不是啊 做事认真嘛 第一说保持职业怀疑 能够增强 这才是保持独立性的能力 这个本末倒置了 为什么要有职业道德 还是为了 为这个叫什么呢 为我们审计的高质量 提供一种保障 一种道德方面的保障 他最终的目的 对吧 干嘛呢 还是为了提高质量 还是装业上 能够提高 保持职业怀疑 有助于职业判断 而独立性呢 有助于保持职业怀疑 独立性 能够保持职业怀疑 因为不听别人嘛 不说别人的 威卑利诱 是不是啊 这叫独立 这样的话 就有自己的主见了 该怎么做怎么做了 它是这样的 所以保持独立性 能够提高 职业怀疑的能力 从而进一步促使 职业判断 更加恰当 不能被摸到这了 一个红一个专 又红一个专 实际上红是为了保证专 就是说我们在业务中 咱不说政治别的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这个D呢 是把话说反了 本末倒置了 选项是D 下面我们看23题 单选题 针对存在认定 获取审计证据时 下面测试方向中 正确的是 哎呀 这题太容易了 存在认定 发生认定 都是要逆向追查 你只要是逆向 你就正确了 你正向你就错了 从财务报表 到尚未激怒的项目 这个呢 这个话就是 胡说八道的话 尚未激怒的项目 这是个什么项目 这是个尚未激怒的项目 这个项目在哪里 没有激怒 就没这个项目 实际上 从财务报表 怎么能到尚未激怒 你说那放尚未激怒在哪里 反正我找一个人 找一个不是人的人 找一个没有人的人 这话你说不通 我给你讲 对吧 必然是从尚未激怒的项目 到报表 没有激怒就没这个项目 怎么能从这个项目到报表 对吧 C从快级记录到支持性证据 这就对了 对吧 它是逆向追查 第一 从支持性证据到快级 它是正向 它不行 所以我们当然只能选C 这种题还挺爱考 大题的 简单综合都爱考 所以就是C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十四题 多项选择题 下面五币风险因素中 与编织虚假财报告相关的意义 有侵占资产 有虚假报告 这个五币风险因素的识别 我自己的脑海里面 不管它这几年考的怎么样 这东西不能放弃 首先针对五币的 然后因为是个极有特色的程序 然后如此大篇幅的大表格 那么长的表格 对吧 而且过去也考得很厉害 大小题都考过 所以这个必须要拿下来 必须要作为重点的预防 好 与编织虚假财报告相关的意义 A 在非所有者管理的主体中 管理层由疑人或少数人控制 且缺乏补偿性控制 它不是所有者 对吧 那它就可能说假话呗 要所有者一般向所有者汇报 他自己不会给自己说假话的 自己贪污一下自己的钱 有这样的人吗 但非所有者就可能向所有者那边去捣鬼 所以在这个管理层有 艺人或少数人控制 他会说假话 这个呢 也可能会侵占资产 但是关键来说 他有说假话的机会 因为这个所有者不是他 他会粉饰自己的业绩 隐瞒自己的过失 所以虚假报告 这A是要选上的 B 对高级管理员的支出监督不足 那他们会乱花钱 那是侵占资产 这个不能选的 所以说困系统和信息系统无效 信息系统困机系统无效 就可能会乱七八糟的 对吧 那不就出错吗 对吧 这时候可能趁机去假报告 或者说他不是有益的 那实际上也可能是乱来 对吧 最后也是个假报告 至少是不真实的吧 因为系统无效嘛 第一个是利用商业中介进行交易 但缺乏明显商业 完全可以补入中介的 非得跟像中介扶皮一样 让中介做一下 这个呢 我为了掩饰什么 跟虚假报告密切相关 跟虚假报告提供了机会 所以这个题的选项 A C D B呢 支出是侵占资产的事 好 下面第25题 多项选择题 注册管理师通过追查银行存款 有个条件表中 有个未打账项叫 企业收银行未收 起收银未收 这个未打账项 看最后银行收到没收到 收到的是不是企业记得那么多 对吧 所以通常能够发现 银行存款什么认定的重大挫暴 他也没说是有还是是 但是他说的是多选 对吧 通常能够发现什么 一个是存在 因为你企业已经记了 我追查了 最后银行也没收 那你企业记得是假的 不是账面比实际多吗 那是存在 有可能 我追查银行最后收款 收到了 收到了 这收到的不是你记的金额呀 那就准确性记甲分台 至于完整性 是不是企业没记 这个设定是企业已经记了 所以跟完整性没有任何关系 选择和异国的话 是要调查那些纠纷的原因 通常是这样理解 这里边一点都没涉及到那些东西 他只是看这个记的 那个最后记每记记了多少 对吧 所以跟权力义务呢 应当时还是联系是非常小的 在通常能够发现的 这个大框架下 我们不能选D 选的就是A和C 好 这是我们的第25题 下面我们看第26题 单项选择题 下面有关前后任制作会是沟通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选项 如果被审单位不同意前任制作会是 对后任制作会是的询问做答复 我后任要去找前任 结果你不同意我找 后任应当拒绝接受以后 这个应当两个字 用的不恰当 你只要不同意 我就不接受 其实事务所 从实际情况来看 哪个事务所不想多接受业务呢 说拒绝方面 总是实在不行才拒绝 哪有那么 你稍微 这个这个一步配合 我就稍微有一点瑕疵 我就拒绝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 这样会挣不到钱的 是不是啊 所以不是应当拒绝委托 应当是询问原因 对吧 看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啊 考虑是不是接受委托 是这样的 注采会是没有这么清高 对吧 第一呢 是当事务所通过投标方式 承接业务 是前任注采会是 无需对所有参加投标的 事务所的问题 询问的进行答复 因为事实上是 只需要选定一家 就是最后你 哪个事务所中标了 然后呢 人家前任在接待这家事务所 对吧 所以并不是说 只要你投标 哗哗来到 50个事务所去投标 那我都接待 那不可能 所以 接受委托后 如果需要查阅前注采会是 审计工作底稿的话 后人注采会应当正得 备审单位统一 对了 只要你们 对吧 背着人家备审单位 构同人家备审单位的事 你得让人家备审单位知道 这个 当然也不是背着 就是 只要是构同人家 备审单位相关的情况 应当让人家知道 让人家统一才行 第一 接受委托后前的构同是必要程序 对的 接受委托后的构同不是必要的程序 这说的明明白白的 没错 都是规定 好 这26题的选项 它就是 A 27题 单项选择题 项列 关于特别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特别风险 是每年都考的 选择题 通常都免不了 那简单和综合 也是非常频繁的考特别风险 所以特别风险 每年都考 而且应当说是主角 分支还不低 我经常感慨的说 这特别风险 全教材的特别风险 揉到一起 抵得上一个普通的张 所以一定要注意 特别风险的事 那么这是个单选题 关于特别风险 说法中错误的是 A选项 看仔细了 确定哪些风险 是特别风险 是 就说明 在判断这个风险 是不是特别风险的时候 咱们准则说的明明白白 有句话 大家应当有印象吧 不能考虑 十倍数的控制的 抵消效果 就是说 你不能因为 说这地方控制非常好 所以不会是特别风险 你不能拿控制作为理由 说它没有特别风险 这是不能干的 那好 看A怎么说的 确定哪些风险 是特别风险 是应当在考虑 设备数的控制 对相关风险的抵消效果前 就是你先不要考虑 抵消效果 就是不考虑 那干嘛呢 根据风险的性质 潜在的 错谱的重要程度 和发生的可能性 判断 先判断 它是不是特别风险 再考虑 它能不能抵消 这样就对了 反正这个题非常容易认为 这是错的 不是不让考虑 这个设备数的控制 对相关风险的抵消效果吗 对 不要拿那个控制 来作为 它是不是特别风险的一个理由 但是 我在判断它是不是特别风险 真没有拿它做一个理由 我先根据风险的性质 潜在错谱 重要程度发生可能性 判断它是不是特别风险 判断它如果不是特别风险 我在考虑 是不是控制的抵消效果 那是允许的 所以它没有拿 控制的抵消效果 作为是不是特别风险的 一个判断理由 它是对的 但是不小心读的话 很容易认为它是错的 但是后边有更错的 所以这个题呢 除非你看完了 你认为它是错的 你就不管了 如果你ABCD都看完 你不会认为 这也是错的 但你会精油解半 它到底谁错的 B是特别风险 通常有重大的 非常部效应和判断事项相关 这说的明明白白的 对的 C管理从未能实施控制 以恰当应对的特别风险 并不一定表明 那部控制存在 值得关注的 那部控制缺陷 这个明显是错的 特别风险的领域 你居然都没有控制 或者有了 也不能加以恰当应对 你连特别风险都控制不了 但是最厉害的风险地方 你没有控制 或者控制不到位 或者控制效果不好 那什么叫做值得关注的 控制缺陷呢 这是最应当关注的 对吧 所以C明显是错的 我这个题估计同学们 可能会在A和C之间进行 对吧 第一是如果针对特别风险 实施的程序仅为实质性同学 这些程序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关键来说 最主要的理由是 针对特别风险 不能只做实质性分析 你只要不是只做实质性分析 你就对了 那你看你我包括了细节测试 你不管我做没做实质性分析 我只要包括了细节测试 它肯定不是只做实质性分析 对吧 好 这个题的选项 它就是C 这个题A和CHA不好分辨 对吧 但这都是过去的考试题 它就这么难 我们也不能说 把难的就不要了 专门挑写容易的 那也不合适 考前了 111 22 既没有必要鼓励大家的自信心 也没有必要打压 这个111 22 28题多选题 确定特别风险 实际的外界下列做法 正确的有 确定特别风险 A 直接讲定输入确认存在 5B导致的特别风险 对的 这是明文规定 B 将管理成5B导致的重大突破风险 确定为特别风险 对的 教材说了 5B导致的重大突破风险 一定是特别风险 C是直接假定存或存在特别风险 没有这样的 直接假定的只有输入确认 所以C是错的 D呢 将管理成领价于控制上的风险 确定为特别风险 对 这是明文规定 还有一个超重观 也是特别风险 对吧 这个题里边 这个C是错的 其他都不正确的 这个最后当然就是ABD了 29题单选题 下来有关注册会计师 另一部专家的工作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哎呀 外部专家有三个热点 每年B考 你就这么想就对了 三个热点 一个是职业道德里边的保密的问题 一个工作提高所有权 一个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政策程序 对吧 就这三个方面 那这个题把这三方面都集中到一起了 A 说外部专家需要遵守 适用你注册会计师相关 这个道德要求中的保密 对了 其他的不要求你 保密必须要求 对吧 这个是对的 B 外部专家不受事务所质量管理政策程序的约束 对的 C 外部专家工作提高 是审计工作提高一部分 错了 除非特别约定 或者不是工作提高的一部分 他属于外部专家 所以C是明显错的 D 你在审计办法中提及外部专家的工作 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一件承担的责任 没错 好 所以这个错误的就是C 这是包含了三热点 这烤起来也许是大约定家 这个接下来是第三十题 单选题 在了解组成部分制作会之后 一看就是第十六章的 项列情形中 集团项目中可以采取 措施消除其疑虑 或者消除其影响的事 了解组成部分制作会 了解什么呢 职业道德包括独立性 专业顺利能力 还有监管环境 以及参与程度高低 够不够等等 这里边哪些方面是不能消除疑虑的 如果某些方面不满意 只能自己亲自获取通费这大约定局 而不能利用 所存部分制作会之工作 哪些方面呢 一 独立性 二 专业顺利能力的重大疑虑 三 这一道德里边除了独立性以外的 其他方面的重大疑虑都是重大 至于监管环境 那是可以弥补的 监管环境的疑虑就没有重大不重大 那么一说实际上就是可以弥补的 可以消除或者弥补的 好 那这个如果知道这个知识背景的话 这个题没啥好做的了 实际上是不是 A那是组成部分制作会之不符合 集团和审计相关的独立性要求 那么是小的不符合 其实独立性的不符合 没有大的不符合 小的不符合 只要是不独立 一丁点不独立 你都只能自己取证 不能利用组成部分制作会之工作了 B那是其团和项目组织 组成部分制作会之专生能力存在的重大疑虑 如果并非重大疑虑 非重大疑虑 那是可以消除或者降低的 重大疑虑不可以 C 是其团和项目组织 组成部分制作会之的 职业道德存在的重大疑虑 独立性 是不管重大不重大 都是重大的 都是不行的 都是不能利用组成部分制作会 都不能消除影响的 那除了独立性以外的职业道德 其他方面 那有重大疑虑 那不可以消除 非重大是可以的 第一个是组成部分制作会之 不出于积极有效监管环境 这个是可以消除 因为你参与就可以了 相当于你在监管 好 这是一个挺热门的一个考定 这是第三十题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十一题 多选题 下列有关注册块 是做出的区间估计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 注册块 你是做出的区间估计 需要包括所有可能的结果 不 这个 实际上需要包括所有合理的 先去掉 不可能的 剩下可能的 再从中去掉一部分 虽然可能 但是不合理的 所以并不是所有可能的 所以A是错的 不选 B呢 注册块 就是有可能缩小区间估计 直到神经症去治疆点估计 对 缩了缩了缩成一点 是有着可能性的 这是准则明确的说法 所以B要选上 C 当区间估计的区间 缩小至等于和低于 才包括整体重要性的时候 该区间估计对评价观估计 点估计是适当的 错了 那是等于和低于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不是整体重要性 所以C就不能选 D 如果使用有别管理层的 假设方法 做出区间估计 这是允许的 那么注册块 是应该充分了解 管理层的假设方法 就是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不了解 对吧 这是必须要了解的 所以选项就是B和D 下面我们看第32题 多选题 项链有关 注册块是首次接受委托时 就提出余额 获取的审计证据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提出余额方面 挺爱考的 这两年不是还考了检查吗 对吧 很厉害的 好 我们看看正确的是哪些 A 对非扭动资产和非扭动负债 就是非扭动性项目 注册策块是可以通过检查 形成期出余额的 快递记录和其他信息 获取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非扭动资产 非扭动负债 他可能在你所使期间没有变化 对吧 那通常也都是看看原来的记录 和最后的结果 这个是对的 思路上没问题 也是准则明确规定的 B 对扭动资产和扭动负债 就是扭动性项目 注册块是可以通过本期实施的程序 获取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是可以的 因为扭动性 本期往往有变化 对吧 所以通过本期实施的程序 是可以的 C 注册块是可以通过 向第三方罕证获取 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期出余额里面不是有 这个往来吗 是不是啊 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等 是吧 那么罕证应当是可以这样 对吧 第一张说 如果上期报告已经审计 注册块是可以通过 检查前置的审计工作提高 获取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这不是 期出余额的证据 最理想的就是 就是查阅前置的审计工作提高 对吧 不过这个题呢 这么一说就都选上了 对吧 让我们可能感觉到 有点问题是可以 可以到底怎么理解啊 是可能啊 还是能啊 如果理解为能 那其实都是错的 你说 如果上期报告已经审计 所以能够通过查阅前置 做这个审计工作提高 那如果每一前任 获得前任不具有专业生的能力 不独立 你能查阅吗 是吧 所以说能 这可以 在这个题里面好像 不能理解为能 因为理解为能 因为它是个多选题 那就哪一个都不能选的 这四个选项都是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在这个题里面貌似 我们应当是 把可以理解为可能 那就对了 那就都对了 多选题 至少两个要选择 是不是啊 只要一选 认为可以就是可能 那就都是可能 就都选上了呗 所以这个呢 逼迫了我们丧失原则 按道理 可以 就是能够 但是它跟那个完全能够还不一样 就能起一定的作用 或者有时候能起作用 那不就是可能吗 有时候能起 就是有时候不能起作用 那就是可能 但这个题还真不能按照能 就按照可能来吧 好不好 在某些题里面 大部分情况下 可以和可能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呢 我们说 你不能就记住某句口诀 然后打遍天下 那不可能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在这个题里面 如果把可以理解为能 就全不能选 那就不叫多选题了 那谁跟分数过不去呢 该灵活的灵活点吧 是吧 好了 这个题呢 A B C D 全选 有的时候 某些时候 考试题也好 嘻哈也好 可能用词不规范 让你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你说这样吧 那年那个题就不能这样理解 你说不能这样理解吧 别的那个题就能这样理解 否则就不行 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33题 单选题 主动识别第一 时段气候事项的时候 下流审计程序 这的话是无需实施的事 无需实施 不要实施 实施了也没用 没有说你实施了错 但是实施了没有用 就是在什么时候没用 在识别第一 时段气候事项是没有用 也许别的时候有用 A 查阅最近的中期财务报表 有些人说什么叫最近啊 你的话不严格 我问你 什么时候审 气候事项 对气候事项的 专业程序 越接近 审计报告日 就越好 有这个说法吧 那假定我们 就是审计报告日 反正是放的最晚了 很晚的时候才实施 应当是第二年实施 最近的中期报表 应当就是第二年的中期报表呗 或许你是四月份实施 看三月份 季报有没有 或者一二月份 月报有没有 就这意思呗 对吧 这是专闻程序的 其中一个 必然是 查阅所审期间的 管层会议纪要 注意 所审期间 可不是期后 我现在查的是 期后事项 你查的 你这是期内的会议纪要 期内讨论的 那时候期内已经发生的 我这是期后事项 期后才发生完毕 期后才能做决策 你到期内讨论 期间讨论 能讨论到 期后那个新情况吗 肯定没有用啊 对吧 所以你这早了点 所以没必要实施 所以学面管理层 治理层 什么时候问 都不回过 当然问也都不够 第三是了解 管层识别 期后事项的程序 这个是有这一条的 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内控 查内控 了解内控 与审计相关内控 一定要了解 所以D 当然是要做的 最关键来说 就是ABCD 其实都是规定的程序 就是 B呢 应该改为 期后的管层会议纪要 那四个程序就全了 实际上 34题 项列抽样方法中 适用于控制测试的一项 哪些抽样方法可以用来做控制测试 统计抽样能用来做控制测试吗 当然能够的 对吧 这个控制测试的抽样 叫属性抽样 那里边既有统计抽样 也有非统计抽样 对吧 所以统计抽样适用于 非统计抽样也适用于 货币单元抽样 明明代表不行 因为它是变量抽样 对吧 所以这个不能选 C是发现抽样 那是控制测试的抽样里边 把预期总体偏差率 设定为0的那一行 就叫发现抽样 它就是控制测试的抽样里边的一种 对吧 还有一种叫属性估计抽样 这个属性抽样很有意思 属性抽样就分为两种 一种叫发现抽样 一种叫属性估计抽样 它是因为发现抽样 就讲了两句话 所以教材把这个属性估计抽样 就简称为属性抽样 所以属性估计抽样 当然是属性抽样 发现抽样也是 统计抽样可以用来做属性抽样 非统计抽样也可以用来做 这个属性抽样 就是B不能选 其他都能选 最后我们的选择期 看35题 最后一个题 相对于货币单元抽样来说 项链各项中属于传统变量抽样优点的有 传统变量抽样的优点缺点跟谁比 就是跟货币单元抽样来比的 那么A呢说 传统变量抽样的样本设计比货币单元抽样的 这个更为简单 这个是错的 人家货币单元抽样 设计更为简单 人家不需要考虑总体的变异性 不要定义抽样单元什么等等 是不是 所以你说传统变量更为简单 你的话说反了 我给你讲 B说传统变量抽样比货币单元抽样 更适合发现低估 对 因为货币单元抽样就不能 不是用于低估 人家传统变量抽样 高估低估都可以 所以更适用于 比你货币单元抽样不是用于低估来说 人家更适用 没错 C 传统变量抽样在某些情况下 更易于扩大样本规模 这是明明白白的一句话 不管你理解不理解 你那个零点缺点 背过的话有这句话 D 对总体中文明预计的项目 传统变量抽样需要特别考虑 人家不需要特别考虑 货币单元抽样才需要特别考虑 所以这个是说错了 你能说是优点吗 谁也不能说错是优点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35题就是B和C 这个也相当于告诉大家 关于货币单元抽样的应用缺点 传统变量抽样的应用缺点 是一个要大家特别重视的考虑 否则不会进到我们这热身体里面来的 那么好 这个选择题呢 35个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简答题 关于题的形式编排 我在这个班的开场白上已经讲过了 不做介绍 下面直接来讲题 第一个事项 A呢是贾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的项目合伙人 我们都设定是21年度 后面不是每个题我都要念题号了 有些必要的话念念 一般就不念了 节省时间 那么审计工作底稿记载的与中央兴相关的情况如下 这个第一个事项 甲公司自2021年度起进入盈利阶段 且盈利水平保持稳定 这刚刚今年进入盈利阶段 而且这个水平保持稳定 那之前没有进入盈利阶段 对吧 那么A呢 以净利润代替盈利润收入 作为确定财报的整体重要性的基准 没有进入盈利阶段 那前一个阶段应当是扩张期 用盈利润收入做基准 没毛病 今天进入盈利阶段 而且认为稳定的话 那改用利润做基准 应当是恰当的 因为盈利利润 赢得利润 但是拿净利润 作为重要性就不当了 一般都是拿利润总额 做基准 净利润太少了 净利润受到一些与企业 无关的一些其他因素 比方说所得税税率 等等一些影响 所以还是用 这个利润总额 可能更能表明 被审栏位的盈利能力 那我们准则 那里面写的也是 推荐的也是利润总额 而不是净利润 所以净利润 虽然也是利润 但是这个净字 导致这个基准 基数太小 不太稳定 所以净利润是错的 答案说不恰当 对于引力阶段的企业 应当采用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 作为确定重要性的基准 对了 这就考得比较细了 这才像简答题 它就是专业性要高一些 好 这是第一个实项 第二个实项 那就不见得跟第一个题 是同一个事情了 所以这种出题的方法 让我能把重要性 带上一两个实项 放到我们的简答题里面 如果按照标准的 我们规范的考试题的格式 那你要出重要性的题 你就得出五个实项 别的是出不进来了 所以考虑再三 以这种形式 给大家做考前热审题 好 下面看第二个题 A注册管理师负责对甲公司 2021年报表进行审计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的部分内容 摘录如像 这个事项二 他说因为甲公司 于2021年9月 关闭某办事处的 某地的办事处 并注销起银行账户 你不再罕证 该银行账户 那我们知道罕证的时候 对吧 本期注销的也要罕证 这是本期注销的吗 是啊 9月份关闭并注销 辈试年度9月份 当然是本期注销的 那本期注销的要罕证啊 上期注销的肯定不用罕证啊 上期注销的在上期的本期 就是上期已经罕证过了 是不是啊 确定他已经注销了 以注销的银行账户 本期注销的要罕证 这最近也考过这类似的题 好 这个说明罕证还是很重要的 罕证的范围 对吧 很重要 所以这个题不恰当 对吧 这个A注销的关系 你当对本期注销的账户 实施罕证 包括领余额的要罕证 诸如此类的 是不是啊 第三个事项 审计工作提稿中 也是与罕证程序相关的部分内容 摘入如下 这个事项三 客户丁公司 回函油戳显示 盖一个油戳 现在人都不怎么写信了 可能都好多人都不知道油戳为何物吧 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快递的一些信件 那还是邮局来做的 对吧 好 油戳显示发函地址 与甲公司提供的地址不一样 就是我给对方回 发信是发在某某地方 发到比如说天津市和平区 结果他可能 那个油车显示不是和平区的 可能是别的区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罕证好细心跟你讲 心细如放 稍有差错 可能里边后面就有一个舞弊 好 这甲公司财务员解释 说明最大怪是学问去了 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油戳地 给你发信地址不一样呢 他怎么我给发到假地 他从乙地回复了呢 好 他说由于丁公司呀 有多处办公地址 人家好几个区都有办公场所呀 人家可以把这信 从假地收到 发到乙地去回信呀 好 审计下面就认为解释合理 你说的有道理 好了 在审计工作地告中 记录了这一情况 这一说记录就算做完了 那就错了 就算解释合理 完全可以认为解释合理呀 没有什么理由 不能认为解释合理的 可以认为 但是 紧询问是不够的呀 对吧 你这就是紧询问了一下 就了事 那可不行 错就错在紧询问上了 这个不恰当 审计项目组应当对该情况进行核实 或者说你口头解释证据不充分 还应当实施其他程序 对吧 你的核实 你没有核实 你只是问了 对吧 或者说你应当直接丁公司联系核实 打电话就行啊 对吧 或者你前往丁公司办公地点进行验证 这个呢 就有点太过分了 北京的事务所的北京 那个回函地址在乌鲁乌齐 那坐飞机 好几个小时都乌鲁乌齐去核实 对吧 这不合适 但是必要的话也要这么做 这个其实打的 我觉得够偏激的 对吧 我觉得呢 口头解释证据不充分 还有呢 实施其他程序 我认为是最好的 好 但是罕证地址这件事情 咱们知道在考试中的分量 第四个事项 与工作底稿相关的部分 事项如下 工作底稿的事 他说对于询问被审计单位 特定人员的程序 实施的给选问程序 选问不够 但是选问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呀 也是很有益的呀 A这这块是在形成审计工作底稿时 以选问的时间 被选问人的姓名和岗位名称为识别特征 他不是说选问够不够的问题 是关于选问程序工作底稿里面的识别特征 让人容易查找 对吧 这个关键是要有唯一性 或者能够极小的缩小范围 这个选问的时间 被选问的姓名和岗位名称 比方说几点问的谁谁谁 承担的什么职务 问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很少有再重复的 同一时间 能不能问了两个人 姓名相同 职务也相同 比如都有两个人都叫张力 这个上午九点 问了两个张力科长 他们都是科长 这个很少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应当是基本上具有唯一性 因为同名的人确实有 但是职位也相同很少 而且同一时间很少能问两个人 不过项目组如果集体出发都选问 项目组八个人同时都问 那可能同时问好几个人 对吧 但是同时问了两个人 职务相同 性能相同 这概率太低了 就算相同也没有几个 这个已经极大缩小审计范围了 插着范围了 所以应当是可以的 唯一性可以了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 其实拿他的身份证号 作为识别特征做简单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考虑吧 当然有可能身份证号 是不是不能随便用 我又没扣抹牙身份证 那号号 对吧 一旦是可以的吧 我想 好了 这个恰当的 至于是不是能用身份证号 难令党别论了 第五题 关于资料管理体系的事情 试项五 他说 所有的财务报表审计项目组 应当在每年5月31日之前 把这上年度财务报表的 审计工作抵抗归当 不是把上年工作抵抗归当 把上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抵抗归当 上年度财务报表 我们2022年年初 审的可不就是上年 2021年的财务报表 是吧 所以很正常 关键是 所以5月31日之前要归当 这个 不恰当 为什么 归当日期 审计报告日期 60天内归当 你这么规定 我跟你讲 三月份以前 就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 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审计项目 你要放在5月31日之前 比如去靠在5月31日归当 那就超过两个月了 你可别忘了 其实不是两个月 超过60天了 那就不行 对吧 那反过来说 4月30日才完成的 这个审计工作的话 你要5月31日之前归当 也有点紧张好像 对吧 所以这不对 最关键的是 你不符合审计报告日开始 60天内归当的要求 所以人家的准则是那么规定的 你这是不符合的 所以你就不恰当 说审计工作机构 应当自审计报告日 起到60天的归当 你这不符合这个规定 这是一种特别思评 把我一个答法 特别像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答法 你问什么 我就那句话 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我就那句话 这个也是 你怎么问 反正我把准则给你搬出来 你不符合 对吧 下面我们看第六个简答题的事项 ABC事务所的A注册会计时负责审假公司21年度财务报表 与存货审计相关事项如下 存货的事情 存货去年没有考简答题 这是异乎寻常的 不要以为去年没考 今年就不考 还是要按照考简答题对待 这个事项一呢 还说 在对假公司存货实施 监盘时 A注册会计时在存货盘点 现场 评价了管理程度以记录和控制损货盘点结果的程序 这是存货现场监盘四程序 第一个 认为其设计有效 然后呢 在检查存货并执行抽盘后 结束了现场工作 现场什么工作 当然是现场监盘工作 但是现场监盘四程序 是缺一不可的 你只做了三个 你没做那个二 就是观察 观察制定的存货盘点计划的 那个程序的执行情况 你没有观察 四程序缺一不可 什么理由都不能缺 这是强行规定 好 这考的是现场监盘四个必要程序 哎呦 考了不值得多少遍了 跟你讲啊 所以不要觉得这个题没有细意 这个来来和我考就这些 对人家就考那些 这就给我们分值 我们就拿这个东西 对吧 这才是重点 好 这个我们数了数四程序 我背过了 对吧 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等等 对吧 好了 你少了第二个 所以不强当 A这段话是没有 或者回答 A这段话是应当观察 观众制定的攀点 程序的执行情况 或者你说 这段话是没有观察 观众制定的 攀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对吧 都可以 第七题 10月20年报表 甲公司主要从事服装的 制造和销售 那么 它的扶档的存货 放在下手的 已制造厂和 企业的60家 直营店 那合了就有 至少60一家了 对吧 就多出存放 说白了就存货 多出存放 项目组实时存货 键盘的部分 事项如下 像事项二他说 审计项目组 按照2021年 莫各存货地点 余额顺序排列 存货到底排列了 实际上 对吧 那选取了存货 最大的20个地点 他选取键盘地点时 考虑了金额 这是应当考虑的 准则说了 考虑两个方面 一个是考虑 各个存货存放地点 存货的重要性 就是它的金额大小 还有重大 这么风险的抢高低 你考虑了吗 没有 他说 这个20个地点 已经合计 这样年末余额的 存货年末余额60%了 那说实在话 从金额上只够高了 因为你这抽盘 就60%的抽盘足够大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考虑 风险评估的结果 对吧 风险导向审计 你说你做事情 不考虑风险 你自己觉得过得去吗 过不去 所以项目组根据 选取地点进行 监盘的结果 认为家公司 年末损货盘点 结果满意 注意 审计里面 只要说满意 或者结束了工作 就是没再做别的 那你这说了半天 就是 就根据余额大小 进行选择 那错了 考虑不周 所以说不恰当 确定蠢货的 监盘地点 是还应当 考虑风险评估的结果 好 这个应当 有些工学可能不认 所以这个教材说的 考虑这个以及什么 没说应当呀 对 但是蠢货地点 很奇怪 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应当 按照过去的答案 都是 他建议了两个 说可以怎么样 以及怎么怎么样 会有两个都是可以 就像那个 进行检查 食物检查 存货食物检查 可以从 汇总表 选取项目 最好的食物 以及怎么怎么样 你不都是可以吗 但是你试试少一个 都不可以 考过多少次了 跟你讲 这存货这张 要有 额外的耐心 额外的严 跟你讲 这是考试的规律 这不是准则的规律 第八个事项 这个工作地盖记录了 与存货键盘相关情况 其中事项三 他说什么 假公司存货 盘点结束前 盘点结束前 要到现场去 书籍 盘点表单 项目组取得并检查了 以前用作废的 以及未使用的盘点表单的 号码记录 我知道 一共制作了多少 哪些用过了 哪些作废了 哪些没用的 对吧 所有的 确定期是不是连续编号 换句话说 一张都不能少 以及发放表单 是不是都要收回 对了 发的每一张 都要收回 他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过分了呢 并与盘点 汇总表中的盘点表单 使用情况核对一致 用了多少 对吧 作废了多少 哪些没有用 就要核实清楚 一张不落 全数回来 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 这是准则的明确要求 所以这个呢 它就是恰当的 第八题 就是恰当 这个少一个词 其实都不行 你要以填用作废即未使用 对吧 那你注意 他如果说一个 以填用和未使用 那是少了个作废 那就错了 就这么认真 这部分答题 就得这么认真 第九题 也就是第四个事项 这个 与存货省记相关事项如下 假公司对生产工人 采用寄件工资制 在对于直接人工成本 实施性分析程序的时候 直接人工成本 寄件工资制 每件多少 对吧 那其实就是产量 呈每一件产品的工资标准 这是每一种产品的直接人工 各种产品的直接人工 加起来 就是直接人工成本 它就需要一个是产量 一个是工资标准 好 那A制作课是取得了 生产部门提供的产量统计报告 和人事部门提供的 寄件工资标准 这太正统了 对吧 那产量当然还是 生产部门提供的 最为直接 然后 这个工资标准 寄件工资标准 工资标准谁管 当然是人事部门提供的 没错 评价了相关信息的可靠性 据此计算了 直接人工成本的预期值 还算预期值 就根据这两个预期 那你说根据什么预期 这是最好的预期 最严格的预期 对吧 当然预期的时候 他拿对方提供的东西 对吧 他要测试 他评价了相关信息可靠性 这是不是测试了 测试了 所以 没有毛病 逻辑对 思路对 然后呢 做法也谨慎 该测试就测试了 对吧 该考虑就考虑了 可靠性里面当然包括完整性了 是不是啊 你说你不管这能可靠吗 是不是啊 所以 哪一方面都做得严丝合缝的 所以 这个是恰当的 恰当 第十题 这个 在审计过程中 制作官是遇到下列实项 其中一个实项五说 假公司管理层除了领取固定工资外 当然领取固定工资 谁不领固定工资 其奖金金额 与当年完成的主要输入的情况挂钩 那你这输入越高 奖金给你越高 对吧 这个题要干嘛呢 他说针对上述第五项 分析假公司 是不是存在舞弊风险因素 并简要说明 这原来是舞弊风险因素的一个简单题 我说我选择体力的重视 大级小级他都考过 实际上 包括综合级都考过 那这个有没有舞弊风险因素 有 这真的是动机压力里边一个 因为他把这个奖金 管理层的个人的收益 与企业的业绩挂钩 那就实际上鼓励 管理层高估企业业绩 这样自己的工资会 自己的奖金会高呀 这是动机和压力 确实是存在了 是不是存在舞弊风险因素 是 或者说存在 然后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这个直接挂钩 所以答案说存在吗 存在 理由是什么呢 假公司管理层 报酬中有相当一部分 取决于输入的完成情况 对 好了 所以确实我这个出法 能让我把这个简单题 分布在更多的指示点上去 我不受一个事项 要考就要考五件事 这个影响 对吧 我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当然我的榔头棒子都瞄准了 啊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好 好 好 我没办法